鳳凡AI學院 剛剛Will跟我們分享了他的熱務 由開始經歷了頭兩年捱麵包之後 他的熱務一直上漲 升上去 叫什麼井噴 井噴後 吃到現在也是在吃 我們都想聽聽你說的辛酸史 我們從辛酸裡面去學習 你有經歷了辛酸的東西跟我們分享 剛才上集講到疫情 疫情的生意跌了八成 因為我們主要的客群是國內遊客 完全沒有了 當然還有一些本地居住 還有一些網絡 所以其實都頗大影響 當時想不到搞三年 其實有人都預期過搞三年 我當作是一個預言 真的有人這麼聰明嗎 有些人以為SARS這樣幾個月搞定 有些朋友做BioNTech 他真的告訴我真的是三年 我唯有欺騙自己說不相信 但真的被他們說中了 專家真的是專家 所以三年其實都頗慘 整件事好像很大影響 海外的發展也好 香港的發展也好大影響 但對比之前八成 跌了 都喊了三年 所以最慘的是不知道什麼時候結束 當然我們都做了很多事情 改善產品 去分析產品的產品 很多事情都做了 託賴真的有緣的一天 一開關我們就上去以往的加壓水平 甚至乎再創了高峰 所以其實很刺激的 做創科 其實你都說整件事 還有很多事情都預計不到 我不知道 就是信命運 你都控制不到 他要你怎樣就怎樣 所以現在我們向前發展 當然跟幾年前的世界都變了很多 以往我們是一個南海 其實現在都是一個紅海 所以變了我們要再創新做一些新的解決 以往我們提供的東西 已經變成一個基本的要求 大家都有 是不是多了人加入這個市場 多了 最初是獨市生意 早上先機 然後什麼時候競爭者開始陸續加入 一定是你看到你發財之後 其實沒有發財 就是很悲哀的 沒有發財 就已經很多人加入 很慘 因為這個行頭 本身也有很多銀行 或者一些外國的上市公司 都會在做 其實那個Market Sealing 我們的天花板很高 也是我們2B的商業模式 可能很多消費者未必聽過 因為我們不是2C 2B的好處業務 就是你不需要花很多錢去賣錢 或者不是Winner takes all 不是一個人贏了 你是一個很大的市場 體量裡面 可以容納很多公司 但也會吸引到很多競爭者 所以變了其實 除了有新的朋友之外 舊的朋友都會加強自己的產品 令到他完善和我們 compete 這方面我們希望 我們仍然都想多一些新興 Fintech的意思就是 你去用很多科技 或者一些創新 去將一些金融服務 提供給大眾消費者 或大眾商家 我們希望在這方面做多一點點 而不是跟一些傳統的朋友 去純粹鬥市場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除了支付以外 我們都會提供一些商業貸款 以往我們 不要說我們 以往整個市場 不是只有香港 全世界都是 很少人會服用一些很小的商家 因為不會有利益 即是賺不到錢 成本投入和產出 不成正比 而且要檢查他的東西 都挺複雜 他的錢就是公司的錢 公司的錢也是他的錢 類似當你花100元 你最後賺1元 實際上沒有人做的 類似是這樣的概念 所以我們嘗試用一些大數據 付款資料 然後用一些貸款 一些AI模式 令到整個流程 減輕人手 令到最後賺1元 你可能付出0.8元 就不用付出100元 這個生意便沒有人做 其實我們嘗試用科技提供這件事 然後可以為商家提供一個 可能比較快 廉價 成本低的貸款服務 用資服務 亦都減輕了 可能是銀行 他們批核的程序 對 因為數據 你叫商家給 就不會給你 但你如果大數據 那些就在那裡 沒得騙的 上去雲端 對 所以我們在這方面 都做了不少的功夫 包括疫情的事 我們開始研究 現在開始跟一些銀行 或者一些聯銀行的F.I.都在夾 盡量狀態 令到這件事 是正確的 有人提供 那你們在這件事的角色是甚麼 你剛才說 有一個機器給他們付款 你又可以借錢給他們 那你們的角色是怎樣 兩部份 如果純粹收錢 我們的角色是提供硬件 一個整個清算的服務 資金 的對象 所有東西都是我們一暫時提供 可以對接所有的Payment Channel 即是你主流的 你上不出的都有的 香港大家用的都是那些 另外貸款方面 我們是一個Facilitator 一個在中間人 或者一個叫做連接人 連接商家和銀行之間 即是商家就會信用你的Payment Data 然後商家就因為有Payment Data 令到銀行願意借錢給他 借完錢給他 我們每天因為Payment的關係 那些錢會留在我們的公司 我們可能根據他們的指示 我們可以扣起某部份的金額 就幫他們做還款 那整件事 其實基本上不需要Manual的Input 基本上不需要人工的銀手 這件事最好 未必是要追債 所以不用找人去提醒 其實也不會投訴 因為錢根本是搬出來的 即是我們叫做他有一個Receivable 在我們身上 日常的Receivable 當然有一個商家的Concent 無論是Share Data也好 扣他錢也好 我們變成整件事 就省了大家的人手 溝通成本也大大降低 銀行的Default risk 變成他輸錢的機會沒有那麼大 銀行更加願意借錢 亦都令到利息會低 你說高利泰銀行很高息 銀行會借 商家未必運氣 那可能未必是好事 沒有的 那風險和利息是掛勾的 假設我是很有信心 那筆帳我借了收得回 其實收得便宜一點 對 所以我們不是一個借泰人的角色 反而是一個橋樑 去返回兩邊 去提供價值給他 其實這些模特兒在美國 其實都已經走了一段時間 但亞洲和韋香港 其實相對是比較早期 又是你先做的嗎 當然不是 有些大洋師都做了 即是都證明了這個模特兒是可以的 那你也是用前方這個平台 沒錯 沒錯 那和一些借泰這個朋友 都是你公司的 即是你沒有轉換另一間公司 沒有 因為貸款人不是我們自己 是銀行 他們可能很多資金 可能他都需要借出去 但他沒有一個有求 即是前方的其中一個服務 其實我們向銀行提供三個價值 一個我幫他取得客 很快很低成的可以取得客 另外就是我幫他檢視著 那些交易沒有問題 有什麼預告我會給他 第三個就是我們幫他做 我們叫補付 即是每一天 我們扣起沒有部分 我們今天可以給他 其實已經令到他的成本 降低了很多 亦都令到他們的意願 銀行的意願 會高了很多 借給你中小媚 其實長遠發展下去 你們都可以成為這個角色 即是你去take a risk 你去借錢給人 理論上是 外國的模特兒都是這樣的 當然兩個模特兒可以沒有任何衝突 亦都可以 異者選其一 不過你現在的業務 是不是主要集中在香港 沒錯 現在是在香港 因為疫情 因為疫情很小 所以你未必自己的資金 有這麼多可以做借貸 所以你堅持著你 一次中的銀行 對 那有沒有發展 會啊 我們都是在看其他亞洲的市場 好 我們消息回來再分享一下 好 劉錦益 劉錦益